一百萬票 一路跟民眾擊掌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到高雄小港 參加立委賴日榮競選總部成立 造勢現場封接 賴清德大進場就走了快十分鐘 可見民眾相當熱情 一路走到無台中 所有用的時間 我如果車車比較快 我可以車車到台南 現場喊出一萬人 現場喊出一萬人 畢竟這區可說是綠營票倉 賴瑞隆更是要挑戰三連霸 包含賴清德 蕭美琴 陳其邁等 都來站台 甚至前行政黨張俊雄 行動不便也要來力挺 民眾專制独裁 我們努力支持民主 憲主是我們面對擁共國的答案 我們心情大家再團結一命 他創英文總統民主持 我們已經有信心 開國出一條對台灣優利的路線 我們絕對不會走回頭路 不克服萬難 在國際上被孤立打壓的當下 還是能夠成功的造出 我們自己的潛艦 大家有驚訝嗎 有 這不只是在台灣 這是在高雄對不對 對 國建國造基地就在高雄小港 包含台船 中鋼等產業工會 都來鄉挺 賴蕭更是火力全開 一整天兩人都在高雄 先後輔選賴蕭龍 李坤澤 以及李博益黃堅的立委候選人 希望八席全力打 張美琴甚至抽空到平南 拉抬基站中的徐富輝 我們雙票突破 一百萬票才能夠好 立拚高雄百萬選票 賴蕭狂掃陸戰 激起基層戲市 要達到總統勝選 國會過半 三連新聞參與 這遊樂部高雄